朋友们好啊 我们继续说新版的实帅实说 继续说彭德怀 那么呢我们前两节呢 把彭德怀的战绩和林彪 做了一下对比 那么呢 我们把林彪先放一放 再说元帅里的 比如说徐向前 即使和徐向前相比 彭德怀的战术和战绩 那差距也不小啊 徐帅穿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那仗你要换做彭德怀的话 他打掉吧 简洋战争之初几乎白手起家 弄了一帮地方部队 究竟成一个总队 后来发展成为兵团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 拿下山西全境 你看看那几场仗 临盆攻坚战 尽忠战役 六万吃十万 这样的仗 你让彭德怀打 很难想象 我估计彭德怀真打不了这种仗 一板 一眼 那可真叫玩战术 你还帅比完 你到大将领 就是苏域 是不是 苏域解放战争时期 打的那些实现仗 彭老总能打吗 苏中七战七截 用著德的话说 苏域消灭的敌人 比他自己部队都多 接着晚下孟良固 整编七十四师 胡口八雅呀 毛主席都没想到啊 蒋介石没想到 毛主席都没想到 苏域敢练这么一摊 百万军中取上将手机 玉东战役 淮海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你把彭德怀 真可以说 甩出几条街不止 你把彭德怀 放到华东战场上来 我相信 彭德怀绝对 打不出这些仗来 所以这就是 那个时期的共产党 这就是英明的毛主席 不会拿中国革命的前途 当儿戏的 为什么华东 让陈素 搞 为什么 把解放战争的战略核心 那个核心的战略区东北 毫不犹豫的给了林彪 在彭真风头正进的时候 那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 除了五大书记之外 就是彭真和陈云两个后补书记 毛主席和专来在重庆谈判的时候 中央书记处保持五人的建制 那就是彭真和陈云呢 做替补书记 参与中共重大决策呀 毛主席为什么在东北形势最关键的时刻 林彪 舍了彭真 把林彪 扶上了东北王的这样的位置 他首先 是党政军民学可以一旦挑的杰出的帅才 我还是那句话 林彪也是从延安派过去的 彭德怀要能担得起这个担子的话 我相信 无论是中央决策 还是毛主席 都不 还是那句话 他不可能拿中国革命当儿戏的 是不是 明知道彭德怀比林彪更胜一筹 更胜任东北战略区 他非得要派林彪去 哪有中国革命胜利 是不是 你这只有右派和公知们 才可以做这种鹰沟式的下水道式的 这种揣测 毛主席 中国革命22年革命战争 应该说 毛主席把他自己的这个战略战术 包括人力资源战略和人力资源的这个战术 那都简直就是这个这个炉火纯青 玩上天了都 用蒋先生的话说 那都玩出艺术来了 那么我们就不比了 我们再回到彭德怀这来 你同时 咱们因为彭德怀一贯的这个这个 战术作风和捉襟剑肘的这个战术的素养 你使他名下的一些个胜仗 他名下打的一些个胜仗 你如果放在林彪刘国成 放到徐帅或者素玉身上的话 那可能都不配叫胜仗 你看看彭德怀 你看看彭传 彭德怀包括他自己的自数 彭德怀打了大半辈子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这样胜仗 所以彭德怀其实呢 他对于自己的战术素养 对于自己的这个战略研判能力 包括自己的半辈子的这个真实的战绩 他心里是有数的 他是有数的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借过以后 为什么彭德怀 自始至终 从52年7月份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一直到1958年夏天 不遗余力的排挤素玉 整素玉 你能说不是因为素玉在华东战场辉煌的战绩 让彭德怀妒忌 记恨吗 你能说没有这因素吗 啊 58年 军地教条主义的时候 素玉之后还连着刘伯承 一勺给汇了 彭德怀跟刘伯承的过节 从中央苏区开始 就是因为战术问题才有的龌龊 一路发展而来 抗战 那天我们说的关家脑 刘帅后来的见解 直到抗原场战场上 三民团王进山打得不太好 180师 正气贵 180师整个就 第五次战役后期就就就就 扔在敌后了 最后军长尾杰都受了处犯了 彭德怀怎么骂的 彭德怀怎么骂的王进山呢 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 刘伯承不是最讲战术吗 怎么打成这鸟样的这仗 脱口而出 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那么呢我们到现在为止 把彭德怀 二十多年到一九四九年 这个二十二年的 加上他 二十二年吧 二十八年参加革命 就算了牢算吧 二十二年的战绩 我们就这么一二三四五的数过来了 您觉得怎么样了 您觉得这个战绩 和第二元帅的这把椅子 您觉得相撑吗 如果再加上他的资历 在中共第一代大牢里面 尤其是军中大牢里面 前薄后重的这样的一个资历 无论是党内还是军中 如果仅仅靠资历和他的战绩 你说你说彭德怀能不能 稳稳当当的坐上 元帅的第二把交易 我的结论是 做不上 你愣说上去 他也晃悠悠悠 做不完 他有点自知之明的话 他都不会去做 那彭德怀 后来怎么就坐上了元帅的第二把交易 1955年 彭德怀之所以能够坐上这把椅子 最主要的 是凭借着兽衔的时候 他在党内和军中的职务和地位 三大权重 资历 战绩 或者是战功 然后呢 就是兽衔的时候 党内军中的职务和地位 彭德怀主要的是靠的第三条 那55年兽衔的时候 彭德怀在党内军中 是什么样的职务和地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中央军委委员 但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就是这样的职务和地位 就是这样的权倾一时 那个时候朱德已经都淡出了 跑龙套了 事实上 在朱德这个象征性的人物之外 彭德怀已经是名处其实的 中共军中的第一人了 用毛主席的话说 把部队交给了彭德怀 1952年7月份 看元朝战争还打着呢 彭德怀就已经开始在北京办公了 从周恩来那儿 就已经完成了军委工作的交接了 那么我们就问了 那么仅仅凭着建国前的这个资历和战绩 彭德怀能坐到这么高的这个位置吗 能坐这么大的官吗 能有这样举足轻重的这个权倾一时的党内和军中的这个位置和地位吗 不能 非常坚定的说不能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性的成就了彭德怀 彭德怀受闲的时候的党内军中的地位呢 抗美元朝 我们下次继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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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